嗨大家好我是阿美美 今天我要介绍什么植物呢 今天我要介绍的是 仙人掌红太阳 就是眼前这一棵 这一盆 这个也是我去花市买回来的 花了50块钱买的 我记得前几年 这个红太阳还是蛮贵的 一棵有时候带点都要一两百块 现在是比较便宜的 它为什么叫做红太阳呢 我们各位仔细看一下 有没有看到它 上半部这边 就是红红的 非常鲜艳的桃红色 很明显的桃红色的 然后它开的花是桃红色 非常的漂亮 大概夏天都是它的生长期 所以它也是需要 多一点阳光照射 如果说阳光太少的话 它有时候会造成土长 就没有那么好看了 像这种形状的仙人掌 其实很多很多都有啦 只是说这个比较特别 它的这个上半部 这个有很鲜艳的桃红色 很讨喜 所以也很多人喜欢 养这个仙人掌 这个就是我今天 为大家介绍的红太阳 希望大家会喜欢 各位如果喜欢我的频道 请记得订阅分享并按赞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